怎么就毕业之后没做自己的专业和爱好而转到了餐饮行业 不觉得可惜吗 因为当时我们山东省省医院离他创业的地方特别远 坐公交车都得一个半小时不太方便 然后我就毅然决然地没有选择这样的工作 而是离他特别近的长青大学城那边做了一份客服的工作 后来也是做的比较努力吧 然后就升为了客服主管 本来他当时做到客服主管 一个月收入也一万三四了 但是他为了我放弃了他的工作 因为我们今年的生意有点起色 我就跟他商量 我说要不然咱别干了 咱回家以后自己给自己打工吧 就当时小萌哥开始创业的时候 我才21岁 应该说是属于花季 那个时候我就需要和他一起骑着电动三轮车 拿着喇叭沿街叫卖 当时记得很清楚 我们两个人出去穿村 零下十何几度 穿了二十多里路 穿了十几个村 有个大爷出来买 买了两个烧饼 买了一块五毛钱 说句不好听的 当时都不够电动车的电钱 就是在那样的条件下 我们做成的成品 我们一家人都不舍得吃 都吃那些掉到灰里脏的 延续吃了一个月 当时小萌哥呢 经常在学校的一些贴吧里边发布消息 看有要的可以去给他送货 当时订出去了五个 是学生订的 我就从长青老城区 骑着自行车 骑得十几里路 然后当时去的时候 我还想得特别好 我可以带上三十个 把这五个送出去 剩下的二十五个 我可以把它卖掉 但是呢 只是把这五个送出去了 其他的二十五个 一个也没有卖 我当时都特别特别的着急 正好在回来的路上 经过一个集市 等到了中午十二点半 终于把这些烧饼 全部卖完了 我当时就想今天晚上回去 终于不用再吃剩烧饼了 回去之后 我当时穿着一个棉马甲 马甲后院全部都湿透了 干了之后一层白剪 有一次 我们夏天在做豆浆的时候 一桶一百度的豆浆 全部烫在了我的腿上 当时起了很多很多的水泡 因为早上时间也特别的紧张 我也没有来得及跟他说 就继续去摊上帮忙了 回家以后看到他满腿的 你也不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